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在开场发言中说 近年来北京持续违反一国两制的原则 并侵犯了中英联合声明、国际条约 以及香港基本法对香港居民拥有民主权利 所作出的保障 他并列举了有关破坏一国两制原则的事件 包括去年的立法会宣誓和人大事法风波 战中人士被捕以及铜锣湾书局事件 卢比奥议员强调 不能让香港成为北京专制政权的牺牲品 在伦敦透过视频参与讨论的前港督彭定康 在听证会上 对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立场 提出反驳 他说 中英联合声明承诺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而英国政府有责任去监察中方是否遵守承诺 如果中国当局违反该声明 甚至违反香港基本法 那么国际社会能否相信中国 将遵守其他国际条约 他说 我们未来几年如何对待中国 主要还是中国如何对待我们 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责任 我认为香港已经成为一些重大议题的范本 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 对于香港独立本土思潮的兴起 彭定康回应说 本土派发展并不明智 而且港独也不可能发声 也不会在国际上得到任何的支持 他指出 独立背后有很多问题和风险 虽然他明白为何有人提出独立的想法 但香港不可能成为独立国家 但彭定康称赞了黄志峰等 为香港争取民主的年轻一代 他说 我觉得最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 是保留在香港社会的公民意识 彭定康还说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他都责怪自己以及英国政府 令黄志峰父母的那代港人失望 他希望未来英方 不会令黄志峰这一代再感到失望 香港众志秘书长 雨伞运动的灵魂人物黄志峰发言时说 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点五制 情况也越来越糟 甚至有可能变成一国一制 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 他说 过后我们离民主越来越远 三年时间过去 抗争仍在继续 作为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我一直尝试通过与世界各地社会团体的联系与合作 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支持 黄志峰还说 一众年轻的民主运动参与者会继续奋斗 直到民主的到来 香港前立法议员李住民在作证时强调 香港人不是在挑战北京政权 香港人只是希望中国当局拟心承诺 让香港人能自由选择政府领导层 并且能实施高度自治 李住民说 希望习近平今年7月1日到访香港时 能亲自扭转过去20年的危险状况 曾被中国大陆当局扣押的香港书商 铜锣湾书局事件当事人之一林荣基 在听证会上披露被非法扣查 以及被迫认罪的经过 他并呼吁美国政府议员保持普世价值的理念 对中国政府施压 释放桂敏海 以及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李荣基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担心新一届的特区政府班子 会继续对中国当局为命是从 担心新特首按照大陆的一丝办事 开始收窄香港人的自由空间 另一个担心是民生问题 新特首上台之后 很多政策的实施是倾向财团获得权贵 而忽视了民生的问题 可以看到没有民主选举 而影响到民生的问题 卢比奥议员在总结陈词中说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将持续关注香港的情况 并推行把人权议题 置于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核心位置的长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杰采访报道